阿南沙呦 南沙呦 這邊是超強系列 今天我們要教的是 哈文文法 OK 首先呢我們今天要學的是 去 XX 這個XX的意思就是去哪裡 首先我們要知道去 這個動詞要怎麼講 它的原型叫做 ただ ただ 那我們要怎麼去記呢 今天如果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它有點距離 可是呢 又不會太遠 那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交通工具呢 かだ ちゃ OK 所以呢去就叫做 かだ 它的淨語形式就會變成 かみだ かみだ 很簡單吧 我們學會了去 那我們來選另外一個字 也是很簡單的 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 很厲害 哇你叫什麼好事啊 哇來啊 哇 這時候你看到我就想怎樣 おだ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來就叫做 お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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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おだ呢 一樣也有所謂的動詞變化 變成淨語形的話 它就會變成 おみだ おみだ 嗯 很簡單 一樣的概念 好 我們現在學會了去 也學會來 我們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喔 今天我們先叫一些地方的名詞 はっき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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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學校的意思 はっきょう 那大學呢 ていはっきょう ていはっきょう 大的學校 ていはっきょう 那學校裡面也有份的教室嘛 教室怎麼講 きょうしる きょうしる 如果大家學過日文的話 這幾個字都跟日文蠻像的 尤其是最後一個字 那個教室的士是 しる 所以其實在韓文裡面 所有的什麼什麼士啊 都是 しる きょうし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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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ー 對 這就是有一些觀念啦 如果大家以後在背單字上面呢 比較有幫助 那因為在韓文裡面跟日文一樣喔 他們都會把動詞放在一個句子的最後 翻成中文的話有點像是這樣子的概念 我 帽子 戴了 我 前 復 復 我 し ら 所以呢 這概念非常簡單 我們看一下 きょう きょう 那去呢 きょう 所以加起來就會變成 き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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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也許講出來 韓文也許聽得懂 但它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中間我們要加個介系詞 那是什麼樣子的介系詞呢 え え 沒有錯 跟日文一模一樣 どきょうへいきますか にぽんへいきます 所以這個え呢 都是同樣的概念 它就是 往 到 的那種感覺 我也沒有辦法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啦 所以它就是一種 你就是把它放在這邊就對了 OK はっきょうへ かみだ はっきょうへ かみだ え 沒有錯 太棒了 にしゅわろう 我們要去旅遊的話呢 旅遊也有一些地方我們可以學習一下 去機場 ごんはんへ かみだ 去化妝室 化妝しゅれ かみだ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非常的活用 那大家可以去套套看其他的名詞 講得那麼多我們應該要來點問句吧 如果看過前兩集的話應該對這個變化其實不太陌生 他就把最後這個動詞呢 本來是 かみだ 變成 かみが かみが え かみが おってえ かみが 去哪裡 おってえ かみが おってえ かみが それ おみか それ おみか 韓国 おみか 韓国 韓国 おみか 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問句 其實這個かみだ這個用法非常廣泛 我們來現在教個單字喔 じ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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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づ呢是什麼意思呢 じづ就是家的意思 じづぺかみだ 字面上呢是 去 家 所以呢 就是回家的意思 じぺかみだ じづぺかみだ 如果你是邊緣人的話呢 你一定要學接下來這個單字 ほんじ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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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ほんじゃ呢 一個就是英文的ほん 第二個就是中文的家 所以就ほんじゃ ほんじゃ ほんじゃ ほんじゃ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待在家裡 就是獨自一人 如果說 我一個人回家 我獨自回家 怎麼講呢 なぬほんじゃじぺかみだ 沒有錯 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馬上就學起來囉 なぬほんじゃじぺかみだ 非常之 easy 好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後 你有學起來嗎 你要去哪裡 我要來哪裡 你要來騎腳踏車嗎 我要去打你嗎 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底下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順便爽的朋友 希望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 那每個禮拜晚上9點準時發布新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 掰 發布 question ��의 неп 커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